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上 选B 选A 口红的润泽 选A 吧 还是用工具掏一下 要不然怪费劲的 A 知名明星 背头拍 听到凄惨的哭泣声 选C 选C 直接开走 装作没看见 选A 四处找小伙伴 选B 我选A 就是要考虑一下 这个力是不是大于B 小猪跳芭蕾吧 一片未来的海洋 我选B 我是一个内外朴实 底蕴深厚且慢热的人 和你在一起 也许不会跌宕起伏 充满刺激 但是你却能给对方一个平淡绵长的感觉 这块还行 还是比较准的 但是好像内外朴实也行吧 有点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感情 你们的恋情像棉花糖一样 彼此贴心 彼此谦让 柔软而甜蜜 这个就是我觉得蛮对应前面的 一个比较平淡绵长的感觉 在阳光下 然后两个人可能坐在街道 然后呢是刚好四五点钟的时候 整个光是黄黄的 橘橘的 然后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我们两个手牵手地在这个街道上 一起散步 我觉得我是草莓味的棉花糖 游乐游乐园里 或者是超市里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我应该是折中的 但如果硬要选一个 那可能确实是在靠上了你 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原则问题 而且我相信是没有人能够接受原则问题的 如果说你在感情中 你精神出轨或者是肉体出轨 它都是一种出轨嘛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我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也不原谅 还有就是有的可能刚开始谈恋爱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从温到热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有的可能就一下子 就变得非常火热了一个阶段 我觉得就是这个边界感还是要有的 我觉得就是 我很专一 是一个比较深情的人 我谈的恋爱都比较长 我不想说我在一个人身上 投放了很多的经历时间 还有我的感情 然后呢 结果一两个月糙糙了事 所以说我是一个 认定一个人 那就会比较 专注在这个人身上的 那就别领口上吧 跳第二题 我觉得会止到三点 我觉得是C 粉底的清透 我觉得是B 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个事情我还真经历过 它会怎么办 我选A 四处找小伙伴 我觉得喜欢小红帽吧 小红帽 我觉得是选A 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利弊 那就A吧 小猪跳芭蕾 我觉得它画的是C 夜晚城市星星点点的灯光 F是棒棒糖 华丽而可爱的本性 爱美的天性 独特的外表 还带有一点点的叛逆 这就是你 仿佛是棒棒糖一样 甜蜜而黏人 许多男生都会对你有感觉 因为你爱笑开朗的天性 给了其他人很深的印象 一旦展开了追求 那就掉入了你的甜蜜陷阱 好像有百分之五六十项吧 甜蜜而黏人吧 不是非常的黏人 我觉得我有一点独立 而且不喜欢管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管我的一个女孩 我辞掉了当时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 毅然决然地来到了一个 我很陌生的城市 想要跟我喜欢的人 有更好的发展 到了另外的城市 我觉得这还是我做过 最叛逆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说我额头好看 就说我脑壳可能是上面这一块 那就是美股 在感情中 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 同频共振 对方能懂你 你也能懂对方 一种双向奔赴的情绪吧 对 我第一下反应是胸前 但是我觉得偶尔我也会别在头上 现在选胸前 脚洁的月光 B 听到凄惨的哭泣声 C 我选C 当然是C 直接走开 C 在原地哭泣 因为它还太小了 是我我会哭泣 A 带回去送给朋友 A 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我要权衡力与B 我选A 小猪跳芭蕾 我选B 测试结果是B 你是一个内外朴实 底蕴深厚且慢热的人 和你在一起 也许不会跌宕起伏 充满刺激 但是你却能给对方一种 平淡绵长的感觉 这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感情 你们的感情像棉花糖一样 彼此贴心 彼此谦让 软绵而甜蜜 那棉花糖应该匹配什么呢 还是匹配棉花糖吗 其实我没太吃过慢热的亏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急的人 就是什么事情都很冲动 很着急 反而我变得慢热过后 事情好像会变得好一点 我来打 这一段是请回答1988里面的阿泽和德善 因为阿泽始终只选择德善一个人 德善做什么他都觉得很好 而且他会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 然后他会卸下所有的防备 全部倒在德善的身上 我就觉得是很感情很好 我觉得自己是草莓味的棉花糖 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粉色的衣服 而且我觉得草莓味会香香的 我想出现在很多年轻人 然后烟火气很足的夜市市井上 可以去体验这个世界上 所有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和看风景 然后下雨天的时候 也会一起出去散步 不会告诉他因为下雨 天气不好什么的 会告诉他因为下雨空气变得很好 我们可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而且淋雨有小时候的快乐 然后还希望去看遍世界上的 每一个好看的风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要拿来体验 要用风景去看去治愈 这我选B夹在耳朵上 C皮肤状态 我选C 财团的不法勾搭 我可能会选择C 玩具车 我肯定喜欢小红帽 我会选择A 我可能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利与B 我觉得得让他算数吧 我一定会选择A 表面装作没事 然后给我找个机会一定得整回去 我觉得如果在天桥下它肯定就是C 夜晚都是星星点点的灯光 我的测试结果是F 我是棒棒糖 你拥有华丽而迷人的本质 对美的追求 与天生的独特外表 还带着一丝小小的叛逆 这就是你 就像一根甜蜜又黏人的棒棒糖 许多女生都会对你产生好感 因为你开朗 爱笑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旦展开追求 很容易陷入你的甜蜜陷阱 我觉得这个棒棒糖 对我的这种 应该还算是比较准确的吧 主要是华丽而迷人的本质 这一点说得很醉 眼睛吧 有个人能和我分享我身边的很多事情 给我一些建议 对 可能类似于引导这方面 我希望我能变成很多根很多根 草莓味的棒棒糖出现在那种街角 各个路口 然后有人需要表白的时候就拿一根我 然后告诉你想表白那个人 我喜欢你请你吃根棒棒糖 我这就是想浅脱了 草莓味的水 我用一点颜色 我可以逐渐